莫少,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围城 演播,田小莫 莫少 萧熟 第361集 林语柔再次醒来时,冷飞飞已经不在了 她头疼欲裂,开始寻找自己的手机 终于在床底下找到被遗漏的手机 她拨打冷飞飞的号码 我刚醒 飞飞,你去哪儿了 我现在在楼下呢 你也快洗漱一下,家里吃早饭吧 那好吧,你等我几分钟,我马上来 冷飞飞点点头,并挂对了电话 继续吃自己的早餐 女人说的几分钟 通常都要半个小时以上才能收拾完 冷飞飞吃完饭,又在楼下打了两把游戏 这样的浪费时间情况下 林语柔才缓缓出现在自己面前 林语柔看着冷飞飞今天的样子 比昨天死气沉沉的样子好多了 就拿昨天的事打趣她 飞飞啊,你喜欢骑军就要上了 男人嘛,你主动点总归没错 冷飞飞现在,只想给她一个巨大的白眼 来表达自己的内心 林语柔才不在乎冷飞飞想不想理她 女人的八卦心理在哪都不缺 她把自己那份意面推到冷飞飞那边 然后自己也做过去 冷飞飞觉得无奈极了 林语柔,咱们能不能矜持一点 怎么了,有什么好矜持的 被咱们喜欢的男人应该感到荣幸 咱们明儿去会会送染那个女人吧 给她找点事干 冷飞飞一听送染这个名字 终于有了一丝动容 雨柔,那明天可不能让我失望啊 两个女人就这样 在酒店楼下开始讨论明天的计划 在墨家正在学做饭的宋燃 对明天要发生的事毫不知情 小静这几天什么事也没干 一直在查那个凭空消失的孙二伯 依然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墨天心觉得 一件事情做得越是滴水不漏 越证明这件事是有问题的 一个大活人怎么就没有了踪迹呢 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操纵着这一切 但是这一切又跟宋燃有什么关系呢 她现在为什么突然去调查一个 以前都不联系的人呢 第二天很快就来了 宋燃和往常一样做着自己的事 感觉自己自从小鱼被绑架的事情出现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三个小朋友 说来心里还是很想继续当小朋友的老师 但为了安全起见 她还是放弃自己这个想法 她站在窗边 望着远方 受不自觉地付上自己的小付 自己现在跟墨千行 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没有觉得墨千行做过什么措施 但自己的肚子没有过动静 昨天晚上来了乐视 这更加提醒宋燃 自己现在的身子并没有怀孕 思绪万千 为了让自己不再想这些不切实际的事 宋燃做到钢琴面前 熟悉的旋律响起 宋燃的心情总算是好了点 谈了有一分钟 王妈正好来敲门 宋燃觉得自己还没尽性 有一点被王妈打扰的意思 王妈也看出来宋燃微微拉下的脸 不过 她走进来 把一直不停响的手机 递到宋燃手里 宋燃啊 我本来不想打扰你 但是我打扫卫生时 你手机在桌上一直响 你看 到现在都没听 宋燃接过自己的手机 看见手机屏幕上 不停跳动的位置号码 自己的心情 本来就被打扰 现在看着这个未知号码 像起了那些骚扰广告 直接手动挂断 王妈觉得 这显得自己是在小题大做 宋燃刚想跟王妈说话 手机又响了起来 还是刚才那个号码 王妈就这样站在这儿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宋燃早就没有再生气了 于是笑笑说 王妈 你继续打扫吧 我没生气 你放心吧 王妈这才离开了钢琴室 宋燃看着一直在响的手机 终于滑动了接听键 那边紧接着 就传来一个男人急促的声音 燃燃 救我燃燃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那边的背景非常嘈杂 陌生男人大声说着 我是二 就这样说了三个字以后 便没有了声音 宋燃把手机拿远 看了一眼屏幕 发现电话就这样被无情挂断了 他除了觉得莫名其妙 还觉得电话里 那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自己好像在哪听过 还有 那令人好奇的最后三个字 二什么 宋燃觉得 自己现在在这猜疑 一个陌生电话打来的 骚扰电话的自己 像是一个神经病 他无奈地摇摇头 准备去帮王妈一起打扫卫生 这手机里 传来一条刚才那陌生号码的彩信 出于好奇的心理 宋燃点开了下载 几秒后 彩信的照片 毫无保留地 放大在宋燃的手机屏幕上 宋燃一愣 手机直接摔到地上 他又赶紧把手机从地上捡起 按开屏幕以后 听着那唯一的图片 看了好几分钟 这个世界就是那么的小 自己苦苦寻找了那么多天的宋二伯 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但现在 这头陌生来电 又给了他直接的希望 图片上的宋二伯 已经被人打得不成样子 宋燃觉得自己真是太笨了 刚才电话里面 最后一句没说完的话 应该就是二伯 宋燃怎么就没听出来 宋二伯的声音呢 没有时间 让他在这后悔 刚才的过失 宋燃打开通信路 把刚才的陌生号码 回拨了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